尊敬四丈 如何尊重 爱护 卸助一切众生 我们也要从经教里面去体会 这是真实智慧 这不是把这些文字 所谴虚的你讲清楚 研究明白 那就是佛教 说老师 那不叫佛教 现在人称它叫佛学 不是佛教 佛学跟佛教不一样 佛学把它当作世间一门学问来研究 学院学 有没有用处呢 未必 佛教就有用了 就是教导教训 佛教我们怎样成佛 佛是神魔 先要搞清楚 佛是对宇宙人生彻底明白的人 佛的生活 佛的工作 佛厨师带人间 是个最完善 完美 而没有缺陷的人 这叫佛 这叫佛 我们生活 工作 应酬 缺陷太多了 缺陷就是故事 祝福菩萨没有故事 所以是九法界众生的模范 定型好样子 古德称为真实智慧 允严满的教训 我们这才顶头 这才肯定 现在不但一般社会 对佛法起很严重的误会 就是我们学佛 甚至于我们出家了 又有几个人 对佛菩萨能够明了 这从哪里看 明了的人 一定落实在生活上 反而是不能落实在生活上 换一句话说 不能够一教奉行 他没有明了 没有懂得 把真正懂得 真正明了 没有做不到的 他欢喜做 他活在这个世界干什么 活在世界 就是做好样子 给人看 这个意思 深广无尽 我们只有真正的回头 齐心动力 绝不想自己的名利 把明文理想 是非人物 贪嗔痴慢 真的放下来 齐心动力 为社会 为大众 和平 安定 繁荣 幸福 着想 不但 齐心动力想 就表示出来了 内外 一致 隐形 相应 做出来 给人看 为什么 古时候 佛法那么深险 古大德 都学佛菩萨 做出好样子 给人看 今天佛法 可以衰尾 今天 纵然我们能够讲 你讲得出来 我们没做到 不能给社会大众 做个表率 做个模范 所以讲得再好 接触听到的人 他不能相信 不能接受 这是我们要认真 反省的 要认真 努力 来修行 修正 我们一切 错误的行为 我们才能救自己 才能帮助别人 使这一生 过得有意义 有价值 将来走的时候 感觉到很自在 很安慰 这举好取出 不止于 遗憾 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